這一個公車專用道就是所謂的 惡系騙局 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久不見的領導 好久不見 嗨我是領導 我們人呢現在在金山 對我們來北海岸度假 據大家所知呢 我們金山呢就是俗稱的交通不便地區 對 如果你要用公共運輸的話 你只能搭公車 你只有國光吧 國光還有機客 還有機客還有走北海岸的那個公車 對對對 有看到嗎上面寫日文嘛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守在地不是北海岸的金山 不是北海岸 不是北海岸 對 我們不是北海岸的金山 我們是中部的金山 對我們在中部的金山 所以說呢講到中部 又講到公共運輸 然後又講到公車 我們會想到什麼 欸 曾經好像是BRT 現在又不是BRT的東西 現在叫優化 工程專用道 三字頭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看所謂的優化公車專用道 聽說在明谷這邊 但是好像 蠻有名的啦 對蠻有名的 可是那邊好荒涼 他沒有像那個什麼台灣大道一樣貫穿市中心 對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啦 GO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GO 我們現在來到大針根 這個 中文用中文語靜聽起來很奇怪 請我們離島 OK 好 不重要啦 重點是我們後面呢 有那個高架的那個 你看有火車的聲音嘛對不對 代表呢 上面跑的絕對是火車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等一下就往上轉吧 欸 這還有電幅梯耶 太高級了吧 可是為什麼這個電幅梯是 往上是在右邊啊 沒關係啦 應該沒關係啦 等一下 你確定你站在這一側是對的嗎 沒關係 我是兩邊都站的那一派 你是京都人喔 對 他不收 他不收什麼 他不收卡 他不收卡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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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沒有你知道我剛剛看的時候 我以為這是檢票口 然後結果我發現 我就想說他去撿開火 然後我沒有看到那個 我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機器 我想說戲啊 要去買票 欸還蠻多人的耶 現在是下午兩點 所以 以這個指令來講 算蠻多人的 地板上還有比較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打車位置 然後我們可以看他這個 你看他車子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奇怪的輪子 長在旁邊 他是導軌巴士 三 五十五 感覺會到六 應該會到六 對啊 不像那個限速四十的某客運 那讚 好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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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站站停靠 所以不是兒戲騙局了 哈哈 這條導軌巴士的搭乘規則 其實就跟一般的日本公車相同 只能從後門上車 有IC卡的話直接逼卡 沒有的話則是抽取整理券 下車的時候載到前門逼卡或頭線 依照搭乘的距離會有不一樣的費用 除了高價的專用道路之外 跟其他日本公車的差異真的不大 而同樣的 在這條路線的兩端 都有明確的發車時刻 因此在高價橋的末端 還設置了一個大平台 除了讓公車可以直接在高價橋上回轉之外 還提供等待對時的功能 等到發車時間到了 公車才會進入到月台 接著從明谷屋市區東側的大真根 也就是我們的上車地點 一路往東行駛6.5公里 途徑9座車站來到市區邊緣的小帆綠地 當中絕大多數班次還會繼續沿著平面道路 再往東深入明谷屋郊區 這個廊帶剛好位在JR中央本線 跟明鐵賴戶線之間 屬於鐵路真空地帶 而且在周邊進出城幹道缺乏的狀況下 早上尖峰塞到一個小時以上都不算罕見 使得公車利用人數稀疏 因此在1985年開始著手開發 倒軌巴士的車體 之後在1990年完成路線規劃 正式完工通車的時間 則是要等到2001年 有了不用等待紅綠燈的完全專用路權 6.5公里的路段只需要13分鐘 我們也很快的就來到高架路段的終點 小帆綠地 我們現在到高架路段的終點 上面是車站 然後呢 下面這邊還有一個站牌 就是一般的公車 一般的公車 然後跟那個我們的高架BRT 這個叫BRT 這邊有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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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Youtorito Line Gaitway Bus 對對對 那個我記得上那個維基的日文版去查 然後查他們那個BRT 沒有這一條 對 日本有BRT但沒有這一條 對 日本的BRT呢 東京有一兩條吧 對對對 然後那個大阪有一條 對大阪有一條 大阪的那條我也有搭過 我剛好像以前新系也有 新系的那條前陣子好像廢掉了 我之前還有搭過另外一個BRT 是那個 那個被海嘯衝走的那條什麼 山路線 被海嘯 大船渡線 大船渡線 對對對 但那一條的BRT它就完全 把自己當鐵路在開啊 沒有它就走在原本鐵路的路基上面 對它只把路重鋪而已 對路重鋪 然後重點是 重點是呢 它名字叫BRT 然後我們想像的BRT 就是所謂的什麼 公車捷運 反正就是可能班次要很多嘛 就那一條線 我那時候啦 它還是跟JR的班次一樣超級少 對對對 它就跟以前的鐵路時刻應該是對齊的 對 我跟特別查 它頂多多停幾個醫院啦 那種地方就好像有錢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進到 到聚落會進到市區 小圈然後再回去走幾個 然後總之呢 就是大概一小時才一班 一兩個小時才一班 一兩個小時才一班 那邊應該很少 而這條Utorillito Line 倒鬼巴士 班次可說是遠遠高於其他有著BRT名號的路線 目前尖峰時間每3分鐘就有一班車 而離峰也有每10分鐘一班車的水準 在原始規劃裡面 還保留升級成類似東京百合海歐號 廣島阿斯托拉姆這種AGT規格捷運的空間 只不過屆時高架路段可能需要配合延伸 目前公車可以沿著平面道路 繼續行駛的彈性營運模式 也可能會被取消 這段由高架轉為平面的營道 大概就會直接拆掉吧 喔他是邊收輪 然後收完輪才會開柵欄 對不對他下來的時候已經沒有輪 對他出來下來的時候沒了 所以那說不定上去前也是要先 把輪開起來才可以開閘門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阿斯托拉姆 現在是有天然的 在天然間 在天然間 沒有一段時間 有天然的 要來不去 那是 去年 走 走 - 欸真的欸? - 對我看到它震出來了 - 確認...確認福利好了 - 他們開車 - 喔~~~ - 這蠻聰明的 - 對啊 - 防呆 - 這樣很防呆欸 - 那個教英文 - 欸真的欸? - 最下面那一串評價名是 - 英文練習 - 這一棟應該就是辦公室或行控中心之類 - 或許就是人要坐在上面 - 來看下面的人有沒有乖乖的把輪子收起來 - 對對對對 - 有這麼人工的嗎? - 應該是沒有啦 - 然後我們來看後面還有這一個 - 你看這邊還有寫一個啊 - 巴斯連終於 - 前面這一段其實也算是公車專用道 - 對這個紅線 - 我在猜應該是時段性的啊 - 因為剛才有蠻多車都有在走的 - 只有這個方向有而已 - 然後公車專用道就開到這邊來之後呢 - 直接上專用道 - 對然後就直接左轉 - 對然後再上那個專用道 - 不是說這後面沒有公車專用道 - 而是這後面的公車專用道更專用 - 專用道變更專用 - 變成那個A型路權 - 對這個只是B型路權而已 - 對對對 - 所以說呢我們就可以下一個結論 - 這一個公車專用道就是所謂的 - 蛾系騙局 - 然後你看這只是一個站牌而已 - 對對對對真的耶 - 前面有一個站牌 - 紅色那個圖顏色的馬路 - 蛾系騙局就是這樣子了 - 左邊那個標語 - 公車專用道一番車進入禁止 - 欸我真的覺得他們那個標語都做得超級無敵大的耶 - 對阿 - 很清楚阿 - 就那個叫什麼 - 指標海阿 - 台灣就是上面最快的一個圖示 - 對然後你看這裡有寫啊 - 而且超多的耶 - 超多 - 這裡公車專用道一番車進入禁止 - 進入禁止 - 這裡一個 - 然後這裡又一個 - 這邊還有人 - 腳踏車跟車 - 都不能進 - 欸 言下之意 - 這個可以進去 - 我不能進他可以進去 - 好貨物 - 可以 - 阿現在不是有那個 - 那個什麼 - 那個玩具車 - 那個遙控車行李箱 - 喔喔喔喔 - 到我騎著那個進去是不是就符合 - 符合進去的條件 - 笑死我 - 可是其實說老實話啦 -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要附個圖示啦 - 不然他寫那麼多字 - 然後全部都寫日文 - 全部都日文他沒有外文 - 對阿沒有外文 - 他如果 - 他不像一般那種道路指標會有外文 - 對阿對阿 - 我自己是覺得有時候 - 那個日本的道路指標就是有這種問題 - 就是他會寫很細 - 然後寫日文寫很細 - 然後也寫很大 - 但是如果你不懂日文就直接死掉 - 對阿 - 就是你如果不懂日文 - 你就只會像前面看到那個二環 - 對阿 - 你會知道這邊我哪邊走 - 而且我覺得阿 - 日本的指標最寇北的是那個 - 你看那個明二環的英文叫什麼 - 名二環的英文叫什麼 - 外國人表示這三小 - 外國人表示這三小 - 也不可以 - 只是在理解這個道路 - 也不 ker -�� 參觀完這條日本唯一 其他國家也相當罕見的刀鬼巴士 接下來要搭乘高速巴士 從太平洋側的名古屋 轉戰到日本海側的北陸地區 這趟旅程中 更多的日本交通體驗 會出現在後續的影片 千萬別錯過唷 哇 這個標性化得真棒啊 舒服 謝謝